年輕人都會崇拜英雄,從前英雄都在戰場上,後來世界太平了,英雄都在球場上。 我媽那個年代,她的英雄在世界冰冰球錦標賽中多次為中國隊奪冠的莊則棟和李富榮。 到我那個世代,中國女排帶隨手郎平,就是很多年輕人心目中的英雄,後來香港體壇出現李麗珊、黃金寶,小島也有英雄。 英雄和偶像不同,偶像是陪伴的,聽他的歌,看他的戲,捧他的牆,偶像即使接觸不到,也彷彿離你很近。 英雄是遙遠的,他給我們希望,為我們而戰,打的是他們,勝利屬於這個地區,這個國家,這個民族。 所以一個社會必須要有英雄,來凝聚大家的精神力量。 但是不知何時開始,香港沒有了英雄,又或者說,香港人對誰是英雄,都變得很分裂。 政治沒有英雄,只有利益,更多是欺騙。 自從2012年反國教到今日,香港剛剛好被政治玩了十年。 這十年出頭的都是政治英雄,十年以來已經被證實,這些所謂的英雄其實都是騙子。 分裂十年,香港需要英雄,將大家重新認罪。 歷史證明,體壇是最好的英雄遞造地。 上星期,女男世界盃在適離舉行,中國隊熱兩分之微戰勝東道主澳洲隊。 雖然總決賽敗在南球王國美國隊的手下, 但勇奪世界盃亞軍已經是女男歷來最好的佳職。 在YouTube和抖音傳來的片段,我們看到澳洲的華人將體育館變成了中國主場。 五星紅旗飄揚,撐中國隊的紅衣處處。 整個球場的觀眾席坐的幾乎都是華人, 因為球場上的女男球員正正是這些海外華人心目中的英雄。 粗糙的片段都是觀眾用手機拍的。 當總決賽開場前就在中國國歌, 全場的華人竟然一起合唱。 隔著屏幕都感覺到震撼。 球員說,觀眾的合唱令到他們動容。 未開球,大家已經淚流滿面。 這就是英雄的力量,他們能夠凝聚國民,凝聚民族。 那管,你已經身在外國,說外語,吃西餐。 英雄就是有能力將你血液內的筋換繩。 所以我很奇怪,香港完全沒有宣傳體壇英雄的氣氛和土壤。 無論今次世界杯女男賽事獲得亞軍, 還是早前世界女排錦標賽, 中國女排以3比0大勝日本隊。 香港政府還是本地媒體,都是靜悄悄的。 彷彿事不關己。 別說直播,連精華片段或轉播報道都少之又少。 從前家家戶戶,趕回家看郎平,看女排的氣氛,已經不復再現。 我經常說,運動是最好的握手言和方法。 奧運精神都不講政治。 電視直播台與其播立法會,播女王駕崩,播安倍國壯。 不如多播幾場國家隊精戰世界的體育賽事。 球場上的英雄,一定比政治上的英雄,健康得多,正能量得多。